孩子也近视了吗 回想过去十年前的时候呢 其实每五个孩子就会有一个人有近视 但是现在更夸张了 到了现在呢 等于是每两个孩子 就有一个孩子是近视儿童 那么现在很多爸爸妈妈 当然也要想尽办法 有的人是带孩子去配角膜塑形片 也有人上视力训练课程 来延缓度数增加 不过眼科医师要提醒您的 最严重的问题是 竟然有高达三成的学童 是因为厌光的错误 导致近视加深 而电脑厌光的误差有多大呢 最大竟然可能达到误差700度 台湾近视的小朋友越来越多 每两个小学生就有一个近视 厌光厌的不准也会影响视力 就有三成学童 因为厌光误判导致近视加深 误差可能多达七八百度 要藉由点三桶药水等半个钟头 把眼球里面结状体的肌肉放松之后 在电脑厌光会比较接近 小朋友真正的近视的度数 这个小五的女生小二就近视 两百吧 那时候班上同学近视的人多不多 尝试了各种方法来延缓度数增加 但是我新年纪 三年来增加100度算是有效 也有人用各种物理方式来训练视力 让眼球运动 一下看近的一下看远的 六个小时的课程要六千块钱 回家得持续练习 否则度数马上又回来了 两三天就发觉度数大概降了100度 小朋友学了以后 他回家是不是有去练习 没有办法保证有效 家长就怕眼镜一戴拿不下来 拒绝太早配眼镜 孩子反而眯眯眼 视力恶化更快 一时建议视力在零点五一下 看不到黑板就要考虑戴儿童眼镜